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以我的了解 他这个应该是 这是一个回钱房 他的哥哥只是把这个购房指标赠予给你们了 我和我妻子一起工作挣钱 甚至我挣钱比我妻子还多 这个时候用家里这些钱去把这个房最终买下来 这房里有没有我一份呢 这个在法律上绝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产权证登记的 无论是放在妻子名下还是放在丈夫名下 他只是一个家庭代表 谢谢您李律师 这事我心里就有底了 原来这房子有我一份 以前就有 以后也有 现在还有对吗 谢谢 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是没法否认的 明白了吗 你们说的也很明白 我也听得很明白了 通过雷老师和李律师的解释 赵女士明白了 房子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丈夫提出过户房子 事实上是想通过掌握财产 来抑制妻子的脾气 找回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 我再美你一句话 还想不想跟他好好哭 这就只能看他了 也得看你 假设如果还有种可能性 是我们想象的一个场景 在你们双方对打的时候 当你拿起刀 或许的时候有一个人会说一句话 你给我出去 这不是你们家 一个男人内心啊 会有很大压力的 我可以 我能想到 既然能够来到现场 别看你这么说他 其实你内心对他肯定是有留恋 不只是孩子对他留恋 对 你对他内心你也有留恋 我总想他的好 想他回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来这干什么 也别不好意思要放下自己 你说呢 想让他回来他就可能回来 为什么 他回来不回来 其实也取决于你 那你就要改变自己 对 好不好 但你的生活还要继续 对 是 你最后这一段的表现呢 是令我们感动的 你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所以此时此刻我特别高兴 能够我们一起来放下自己 来谈这个事情 来 再听李律师跟雷明老师 最后有什么真诚的建议 如果说你能够对你爱人坦诚一些 再真诚一些 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这个日子会过下去的 一定要注意调整一下这个事 再一个呢 就像你说的 这个房屋放到你的名下 你爱人可能不太同意 不太放心 放到你爱人名下 你也不太放心 但法律上完全还有一个办法 那么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都放在产权证上 这个在法律上属于变更登记 只要你们俩协商一致 这样的话呢 你们是互相制约着 彼此都能放心 因为在法律上 它比例确实是夫妻共同财产 即便你不承认这是一个事实问题 你可以考虑我们这么一个方案 对大家都是